拖走母女与一男涉嫌强奸罪 罪新解读来了 近日呢一段疑似母女被男子拖进屋内的监控视频在网上流传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经查犯罪嫌疑人湛某某与被害人江某某原系夫妻关系 二人呢已于2022年6月16号办理离婚手续 7月6号的18时许湛某某潜入江某某住处楼梯拐角处躲藏 伺机强行将母女二人拽至室内纠缠江某某与其复婚 7月6号22时许带孩子熟睡后 湛某某强行与江某某发生了性关系 并于事发后潜逃 7月11号湛某某被抓获归案 山东来阳警方工作人员透露 男子被警方暂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和强奸罪立案调查 对于拖走母女的与一男涉嫌强奸罪这一话题 中国警方在线表示 强奸罪的课题为性自主权 妻子首先是具有自由人格的人 结婚证书不是丈夫强奸妻子的许可证 更别说已经离婚了 刑法并未把丈夫排除在强奸罪犯罪主体之外 丈夫在非正常或不稳定的婚姻关系中 违背妻子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的构成强奸罪 江苏省太兴市人民检察院金金说法表示 不管什么样的理由出于什么目的 湛某某的行为都已经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 强奸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